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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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专门妹大家平安 我是陈世侯牧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 是有关怎么样在财务管理上 成为上帝好管家的信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妈妈是否要外出工作呢 今天这个主题呢 是一个跟工作有关的特殊议题 就是当一位姊妹呢 她生了孩子之后呢 是否要到外面去工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两个很极端的看法 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理所当然应该出去工作 她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 她背后的想法是 如果一个姊妹呢 没有工作 她是没有价值的 她对社会 对家庭是没有贡献的 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极端是理所当然呢 不应该出去工作 这样的背后的观念的想法 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想法 就是呢 妇女应该就是把家庭照顾好 不过我们基督徒 思考问题的方式是 我们要问 到底圣经对这个问题呢 有什么样原则性的教导呢 我们今天要透过 旧约真言的三十一章 十到三十一节呢 来思考这个问题 真言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呢 形容一个模范的女性 一般我们都称呼她叫做什么呢 叫做财德的妇人 上帝对这个财德妇人的评价是什么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亲爱的姊妹们 你盼望人对你的评价是 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吗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 那亲爱的弟兄们 你希望你的妻子呢 像这位财德的妇人吗 我相信我们这个弟兄们 希望自己的妻子呢 像这位财德的妇人呢 远胜过自己的太太呢 希望自己像这位财德的妇人 因为呢 这个姊妹们要 盼望自己成为财德的妇人呢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很不容易对不对 但是弟兄们呢 假如自己的妻子呢 像这位财德的妇人呢 是一种莫大的这个福气跟享受 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真言的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 描述这个财德妇人的种种表现呢 是上帝对一位好妻子 好妈妈的典范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 跟我们刚才所提的问题 很密切相关的问题 请问这个财德的妇人 有没有工作呢 你继续读发现她有工作对 而且还很多工作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职业分类去形容呢 她可能会从事哪方面行业的工作呢 十三节她说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十九节 她手拿染线杆 手把仿线车 二十二节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所以我们发现她做什么 她做裁缝师 对不对 好二十四节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她还是做纺织品的供应商 好四五节 她未到黎明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把当做的工分派给悲女 哇 她是一个非常精明概念的女管家 十六节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她一方面做土地买卖 一方面又做农夫 好四四节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印良来 哇 她是一个贸易商 二十节 她张手 这个周继困苦人 伸手帮补求伐人 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 她是一个社工员 或者是她可能是一个慈善家 二十三节 她丈夫在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哇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关人员 让她的丈夫受到众人的尊重 二十六节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她是一个教育家 请问这个财德的故人 有没有照顾小孩 有 三十一章的二十八节 她的儿女呢 起来称她有福 所以这个财德的妇人呢 她一边工作 一边呢 也好好照顾 教育她的孩子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也必须说一个 这个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问题 在这个以前圣经这个时代呢 是以农业跟畜牧业为主的工作的时代呢 不但妇女 其实也包括男人呢 他们的工作跟家庭 都有相当紧密的结合 在农忙的时候呢 全家人 其实也包括小孩呢 都是在庭里面一起工作 那畜牧业呢 更是全家一起牧羊 牧牛或者是牧马 那古时候呢 各行各业的工匠呢 其实他们工作场所在哪里 就是在他们家里面 对不对 所以孩子呢 多半呢 继承家中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呢 工作跟家世呢 分别大不大 不太大 一边工作呢 一边照顾孩子 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个就是 箴言三十一章 十到三十一节 所描述的背景 这个才德的妇人呢 可以一边工作呢 一边呢 还好地照顾 教育她孩子的时代背景 那这种工作跟家庭场所 紧密结合的状况呢 到了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后 就被打破了 因为要透过机器呢 大量生产的关系呢 工作的场所搬到哪边去 搬到工厂去 然后工厂呢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为这个机器呢 很容易压伤人 所以小孩子 合不合适待在工厂 小孩子就不合适待在工厂 另外呢 工厂通常距离 家里面有一段距离 所以工业革命之后 就造成什么呢 家庭跟工作的隔离 所以才会形成呢 工作跟照顾孩子 会出现有冲突的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呢 其实是工业化以后 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时代处境当中呢 来运用这段圣经的原则 在这里呢 我们要处理一个 有关家庭主妇的迷思 什么迷思呢 就是家庭主妇 是没有生产力的 因为呢 他没有外出工作赚钱 因为他没有这个 实质上的经济收入 所以他对家庭的经济 就没有贡献 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错误的 请问这样的观念呢 这个怎么来的呢 其实只是用金钱去衡量而已 请问呢 家庭主妇有没有工作 当然有工作对 要打扫房子 要洗衣服 要煮饭 要照顾孩子 家庭工作 这个主妇 家庭主妇要做工作 多得不得了 如果呢 这些家庭主妇呢 这事情不做 我们要请别人做 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所以弟兄们 请你想一下 如果你有两个学龄前的孩子 你太太呢 正常的离家 每个月你应该付她多少薪水 至少五万块钱 所以请问呢 家庭主妇对家庭的经济 有没有贡献 有贡献 而且非常的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回到 妈妈是我要外出工作的问题 真言的三十一章 让我们看见呢 这位财德的妇人 手中有很多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也发现 她的工作呢 跟家庭呢 都是紧密结合的 她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 先让家人呢 有衣服穿 有食物吃 儿女得到好的教育跟照顾 丈夫呢 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尊重 所以请问 她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 她的优先次序是家人的幸福 而工作呢 是为了让家人 得到幸福的方法跟手段 当然男人跟女人呢 同时有照顾儿女跟工作的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说呢 男人跟女人 这个二者呢 有一些轻重之别的话呢 男人在工作上的责任呢 比女人应该重一点 因为呢 这个上帝命定要汗流满面 才得服口的是谁 是亚当 然后呢 女人呢 在生儿育女的责任上 比男人重 因为上帝告诉夏娃说呢 她最大的苦楚是怀胎呢 跟生产儿女 所以呢 我们妈妈是否要外出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养育尽前的儿女呢 是一个妈妈最伟大的使命跟任务 我们在这个优先次序之下呢 照着孩子的年龄 跟我们所处的环境 去决定呢 我们是否要外出工作 以及工作的方式 跟工作时间的长短 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 三岁呢 决定一生 当然呢 这不代表三岁以后呢 我们的孩子呢 就永远定型了 绝对不会改变 那这本书所要表达的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零岁到三岁 这个阶段呢 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呢 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心理学有个名字 叫做明印时期 指的是呢 动物呢 有某些行为 他学习呢 是发生一个很特殊 很短暂的时期 某些动物呢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对某一个刺激或对象 会形成永久性的铭记 错过这个特殊的时间呢 就没有办法再发生 这样的学习的行为 那运用在我们人类的发展上呢 明印时期呢 也可以称为叫做关键期 就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呢 其身心灵成熟的程度呢 最合适学习某一种行为或能力 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呢 这个学习这种行为 或能力的效果呢 会四倍功半 那根据科学的研究 一个孩子在三岁之前 他的生长跟发育呢 对他的一生的发展 有关键性的影响 一个孩子的性格呢 他成年之后呢 基本上是在三岁以前都定型了 三岁之后呢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太多的改变 一个孩子的智商呢 他的脑细胞组织 是在三岁之前已经定型了 三岁之后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孩子的学习能力 三岁之前一个孩子在他的感知觉 在他的记忆思维呢 形成过程当中是最敏感的时期 三岁之后的学习活动呢 就会四倍功半 这个对孩子的身高来说呢 三岁之前也是影响他身高发展的 最关键的阶段 三岁之前假如某些因素 对身高所造成的损害呢 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 为什么三岁之前对一个孩子的发展 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呢 因为零岁到三岁呢 是很多方面发展的关键期 包括呢 生理的发展跟心理的发展 根据生理学的研究 三岁之前呢 一个人大脑发育是关键的重要时期 一个人出生呢 平均脑的重量呢 就有370公克 那第一年年末的时候呢 我们婴儿的脑的重量呢 已经接近成人脑的重量的60% 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满两岁的时候呢 已经是我们脑的重量是出生的三倍 已经是成人脑的重量的75% 到了三岁的时候呢 一个三岁孩子的脑重量 已经接近成人脑重量的范围 以后呢 他的脑发育的速度呢 就会变慢 所以孩子出生两三年之内呢 无论他在生理或心理方面 良好的这个育儿刺激呢 对大脑的这个结构跟功能呢 发育呢 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了证实呢 在三岁呢 在一个人一生当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有个这个英国的一个 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研究的 这个学家叫做这个卡斯比呢 他曾经呢 做了一个研究 他在1980年呢 他会同一些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呢 进行一个很特殊的实验观察 他们用当地呢 这个伦敦一千名的三岁的幼儿 作为研究对象 他们经过一些调查分析 把他们呢 这一千名的孩童分成五种类型 分别呢 是充满自信的 良好适应的 然后呢 沉默寡言的 或者是呢 这个自我约束的 跟坐立不安的 这五种类型的人 然后呢 他们经过23年的追踪调查 当这些三岁的孩子呢 都长到26岁的承认的时候呢 卡斯比教授 再次跟他们进行面谈 而且对他们的朋友呢 跟亲戚都进行访谈 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让这个 卡斯比教授跟他的这个同僚 非常的惊讶 原来呢 这些人 一千个人呢 他们三岁的时候的个性 跟他们26岁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呢 在国际的育儿学术界呢 就引起了轰动 为这个三岁决定医生的说法呢 提供强额有律的 科学证据的支持 那卡斯比教授指出 一个人呢 三岁之前 他对所经历的事情 会像怎么样 像海绵一样的吸收 意味着孩子的性格的形成 跟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呢 就在三岁之前 这个阶段呢 孩子跟什么样的人说话 接受怎么样的教育 会形成了相对应的性格 他跟他朝夕相处人 所说的每一句话呢 所做每一个动作呢 都有可能怎么样 深深落印在他小小的心灵深处 然后呢 影响他的一生 所以亲爱的父母们 请问你希望在你孩子的黄金时期 让谁来影响他们呢 是让保姆吗 是让托儿所的老师吗 是祖父母 外祖父母 还是爸爸妈妈呢 在三岁以前 其实孩子需要全时间的照顾 除了睡觉之外呢 他做什么呢 他在观察 他在模仿 他在经历一些亲密的关系 他在培养依赖感 在外面有工作的母亲 一个对 一天对孩子的影响力呢 大概是两三个小时 一个全职妈妈呢 一天可以对孩子呢 大概有十几个小时的影响力 那后者呢 是前者的四五倍以上 在还三岁以前 如果他亲密 依赖的对象 是保姆 是托儿所的老师 是祖父母 是外祖父母 将来他怎么样接受父母亲 更进一步的带领跟管教呢 其实你是非常难管教他的 因为你跟他没有足够的亲密关系 他不太依赖力 我们有位朋友呢 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个妈妈呢 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追求他工作上的成就 还有学业上的进修 以致呢 他没有花时间在他孩子的身上 所以他对孩子不好的脾气呢 不敢管教 因为他里面有种亏欠感 而他弥补亏欠感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给孩子很多的利用钱 去买他想买的玩具 是他喜欢吃的食物 以至于呢 这个孩子在十二岁的时候呢 就发现得了高血压 他血压呢 高到160那引发血压的高血压的原因很多 那对他来说主要是吃太多太好 以至于他的体重过重 儿童期就是十二岁之前呢 我们要给予关爱接纳 我们要培养纠正孩子呢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习惯 跟孩子一生关系的基础呢 要在前十二年建立 当孩子满了十二岁之后 他进入青春期 你发现他开始叛逆 你要花时间给他去纠正他 你会发现呢 为时已经很晚 你可能要花上很多倍的时间呢 才能够弥补呢 小时候缺乏影响力的亏欠 如果照顾养育孩子呢 是姊妹们最优先的使命 那么为什么现代的社会 还是有很多妈妈 选择成为职业妇女呢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原因是 外出工作呢 可以增加金钱的收入 这让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呢 是这个对家庭有贡献的 第二个原因是呢 工作呢 其实某种程度呢 会带来成就感 我们在工作 会有很多成长跟学习的机会 那其实职业妇女呢 会带来家庭金钱的收入呢 某个程度呢 也是一个迷思 除非你的收入真的非常高 我们假设呢 一个职业妇呢 在外面的工作的收入 我们假设是每个月三万块就好 如果他有个三岁的学龄权的孩子 那我们分析一下呢 收支状况怎么样呢 他每个月有三万块的收入 好 他应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 要11奉献 要奉献3000块 他到年底呢 这个要缴综合所得税 我们说最低6%好了 他要交1800 最重要呢 他要请一个保姆 要18000块钱 外出工作需要交通费 假设要2000块钱 那这个准备吃午餐呢 我们假设1800块钱 有些时候工作要加班 没有时间煮饭呢 要外带回家吃晚餐呢 我们假设花2000块钱 那到外面工作呢 总是要这个添购一些服装 假设每个月呢 只要花1500 那有些时候工作非常辛苦 需要安慰自己一下 给自己的鼓励呢 花1500 这样加起来多少钱 刚才加起来就已经 三万1600块钱 那当然每个孩子家庭的数量 年龄不同 会有不同的收支的项目跟比重 可能换算出来结果不太一样 不过如果你们夫妻 坐下来仔细算一算 你们每个月的这个收支表的戏目 或许你们会很惊讶的发现 是妈妈出去担任呢 职业妇女所带的实质收入呢 并不如想象的多 甚至呢 收支箱底之后怎么样 还是复述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机会成本 原本呢 你可以提供孩子一个 比较好的成长环境 就是让妈妈自己来培养孩子 可是呢 你让保姆 脱口所的老师去影响他们 对他们来说呢 或许他们很敬业 但是这是他们的工作 不是他们的使命 或者是我们让祖父母 外祖父母去影响孩子 但他们爱孙子孙女 但是呢 他们年纪大了 会体力不济 照顾起来有点力不从心 那更重要的是 他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呢 可能比较传统 所以如果你们夫妇 教养孩子的观念 跟你们父母教养孩子的观念 不太一样 请问孩子要听谁的 诗篇127篇第三节说 儿女呢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呢 是他所给的赏赐 我们真正保贵的产业呢 不是累积更多的财富 而是培育出 尽钱健康有智慧的孩子 当然如果你跟丈夫讨论之后呢 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在今天这个物价高涨的时代 的确一份薪水呢 要养家活口是非常辛苦的 特别是如果双方的父母 还需要抚养的话 或是呢 房租或是房贷的支出 占收入比例很高的时候呢 的确会非常吃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有两方面的努力 可以双管齐下 就是开源跟节流 其实我们仔细研究 真言三十一章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才德的富人呢 他创造很多在家庭工作的机会 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处境 不过我的孩子还小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担任别人的保姆 对不对 我照顾自己的孩子呢 我也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别人的孩子 或者是现在因为网际网路 非常的发达 加上很多的企业公司 为了节省人事成本 很多工作呢 都外包 都按见记筹 其实有不少的工作呢 是可以在家里面当中进行的 那当然如果孩子大一点呢 白天去上学呢 我们可以找一些部分时间的工作 那节流呢 那一方面就是操练过简朴的生活 一方面呢 是发挥创意 比如说孩子不需要买很贵的玩具 其实自然界呢 或很多资源回收的物品 经过设计之后 就会成为很有趣 很有意义的玩具 那现在孩子花钱最兇的是什么呢 就是送孩子去参加才艺班 其实妈妈呢 可以在家里面教孩子很多的才艺 比如说做家事呢 就是培养生活的能力才艺 我们可以透过不知家庭的 来学习创意美术 有时候我们陪孩子看故事书呢 这个写作文呢 就是我们给孩子上作文班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在家里面进行的 要解决问题可以花很多的钱 其实呢 也可以花很少的钱 那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 提到呢 两个很有趣的例子 一个是日本有个肥皂工厂呢 他发现呢 有些时候呢 某些肥皂呢 没有装肥皂就送出去了 这个品管上有些问题 可是用人工检查呢 每一个盒子到底没有装肥皂呢 又太费人力 那刚开始他们买了很贵的 雷射扫描装置呢 来检查 可是呢 这个雷射扫描装置呢 成本很高 后一个工人想到一个办法 就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办法呢 他就拿一条大电风扇来吹 他就开了个电风扇 那个有装肥皂盒的这个盒子呢 因为里面有肥皂就不会动 没有装肥皂盒的盒子呢 就被吹掉了 他们就把这个盒子拿起来呢 装肥皂进去 电风扇呢 比雷射扫描装置呢 便宜了很多 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子 这个美国人发现呢 他们在外太空呢 这个原子笔写不出水 所以美国人就投入了几百万的经费呢 去研发 在外太空可以写出水的笔来 那其实呢 所有的太空人呢 面对同样的问题 那他们只花了几块钱 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怎么在外太空写字呢 他们就带铅笔上去写字 同样可以写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被这个事件呢 训练成不动脑筋 我们只知道呢 用钱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收入有限呢 反而是一种祝福 那我们可以用脑筋呢 动脑筋呢 发挥创意 这对我们的儿女呢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帮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 用创意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 所问的问题 当一个姊妹有了孩子之后 是否可以外出工作呢 如果养育儿女 是一个姊妹最尊贵 最荣耀的使命 加上孩子的小的时候呢 是成长跟学习的关键期 所以我们建议呢 当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成为全职妈妈 陪伴孩子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寻找 创造一些在家里面 工作的这个方式呢 增加收入 当孩子渐渐上学之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外出工作 但是尽量不要影响到 放学之后呢 可以陪伴他们的时间 那当孩子已经长大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很大的自由去选择呢 要不要工作 那当然再来呢 还是有成就感 跟价值感的问题 其实呢 每一个家世都是工作 教育孩子呢 你会发现教育孩子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孩子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呢 有一些不同的成长的需要 在学龄前 孩子有一些这个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当孩子呢 进了学龄之后呢 在学校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帮助他在学业上 在这个学校人际关系当中呢 有好的互动呢 我们也要学很多的东西 当孩子进到青少年阶段 哇你就发现了 要学习的东西怎么样 更多对不对 那当孩子呢 这个已经度过青少年风暴期 已经进大学 甚至毕业 有没有学的呢 还是有需要学的东西 所以我们呢 光光做父母呢 就很多需要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的 要成为一个很称职的妈妈呢 我想呢 可能要修三个博士学位的 这个功力呢 跟时间呢 才有办法呢 升任这样的任务 那另外呢 如果你的家庭 没有太大的工作 太大的经济压力 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 这个成长跟学习的机会 我们可以在孩子的学校呢 可以担任的爱心妈妈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或在一些福音机构 或到一些社会的服务团体呢 去担任志工 来服侍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 我们发现呢 我们去做爱心妈妈 做志工 我们要帮助别人呢 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 所以我发现呢 我们教会不少的全职妈妈 但是呢 他们生活怎么样 他们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 因为当他们去服务别人的时候呢 有很多呢 这个相关的志工训练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自己有成长 自己有突破 而且他们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反过头来 他们运用在家庭当中 配偶的沟通 亲子的沟通 都非常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呢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透过 这个有心的工作呢 才会有学习成长的机会 才会有成就感 有些时候呢 我们做这些志愿夫的工作呢 照样有学习的机会跟成就感 最后呢 我们要用以下的对比呢 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你不成为一个职业妇女 拥有一份有薪水收入的工作呢 你就是吃闲饭的人 你就没有价值 你不会有满足感跟成就感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 养育儿女是上帝 托付给一个妈妈呢 最神圣 最有挑战性的工作 能够提供儿女呢 充满安全感跟温暖跟爱的环境呢 能够帮助丈夫成功的妇女呢 她的价值呢 远胜过珍珠 我们一同低头 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位爱我们 愿我们牺牲付出许多代价的母亲 我们知道母亲这个职份 是何等的尊贵跟荣耀 求你把荣耀的冠冕 带在他们头上 也求主帮助每个做母亲的 能够按着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 对自己的时间分配 以及是否外出工作 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能够有最智慧的安排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民求 Amen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等耶稣基督宝贵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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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